在2022年的财政预算案里头 财政部长就曾表示 政府每个月会为B40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女 提供免费生理用品 而在2022年时 卫生部长也宣布 将从部长办公室开始 为女性提供免费卫生棉 作为解决月经贫穷问题的开端 月经贫穷是指处于经济弱势的女性 因为无法负担每个月所需要购买卫生棉的费用 而以旧报纸或是旧衣服等物品替代 这样的举动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 甚至是生育能力 疫情期间人人自危 却也让月经贫穷的问题浮出水面 开始得到关注 PinFlex目的就是为了给一些 那些经历着月经贫穷的女性们 帮助她们买一些 提供她们一些生育期所需要的用品 我们是发现到其实很多NGO 都只是提供一些食物 或者其他的最常用品 可是都很少有提供到 女性所需要的那些卫生棉等等东西 所以我们才要 才会有兴趣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PinFlex成立于2021年7月 目前的她们一共有八位女性义工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就是因为我们刚好那时候成立的时候 有一个叫WhiteFlex 所以我们就 因为我们是蛮focus在女性 女性健康这个方面 所以就想 我们可能叫PinFlex很好听 蔡佳颖认为 对弱势的女性群体而言 最重要的是能够保持干净卫生的用品 例如肥皂和卫生棉 每一次的捐赠 都会以这些卫生用品为重 我们之前做过第一个Face 就是有 Disposable sanitary pads 跟自己手工的肥皂 还有那个heating pad 我们其实都跟很多个供应合作 然后他们都有给比较低的价钱 其实是他们来 contact我们先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在做这个fine raiser 然后他们刚好看到 所以也想要帮忙一点 我们Tumbulan sisters就是会 试着筹款 然后就是还会contact那些suppliers 然后去包装起来那些孩子做一个一个这样子 从筹款到购买物资 再将物资借由合作伙伴送到需要的人手上 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漫长的时间 Pink flag没有足够的人力 却将物资送到需要的人手上 只能与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合作 我们的这些fine raiser的目的就是为了筹 向我们的contributors捐一些钱 然后我们会拿那些钱去购买一些 用选择男孩的孩子 然后把这些孩子呢 会交给我们合作的那个组织 就是由他们来就是派给有需要的女性 现在这个face呢face2 我们是会提供reuseable pets 还有手工肥皂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partner serum initiative 他们他们下面的那些refugees 就是他们缝的那些pets 他们做的那些肥皂 它是一个social enterprise but他们是会employ一些refugees 来帮他们做reuseable pets 跟handcrafted soap 然后他们也是如果没错的话 也是有卖这些产品 难民在本地是不允许工作的 而这个社会企业就通过帮忙难民 售卖他们制作的物品 好让他们能有一些微薄的收入 这个肥皂呢它是叫luffa soap so luffa是那个sponge 然后那个soap就是来用for washing you can use to wash your soul 还是用body 还是用在wash那个sanitary pack也是可以的 so我们会提供这个luffa soap 跟那个reuseable sanitary pack 一起给community 然后他们就可以用这个来洗 他们的reuseable sanitary pack 这个soap呢是made by pakistani refugee that is in malaysia的 然后我们跟他们一起 创造这个 因为我们 during mco的时候 就realized他们的work 都是very much on tailoring 然后我们就觉得 what if you try 这个新的product 然后看你怎么样的去produce 然后我们就去学 学了 then我们就叫他们怎么样的去做 然后我们买那个material 买这些mold这些 然后来叫他们怎么样的做 then他们就帮我们做when moment有什么order 可重复性使用的卫生棉 则是由罗辛亚难民缝制的 而这个卫生棉有两到三年的寿命 大大节省了卫生棉的花销 我们真正地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 我才真正地了解 其实是很多女性们 在灾难时啊 或者不是在灾难时候 都是很其实很需要升级其 啊所需的用 比如说卫生棉 或者是肥皂啊 就是照顾卫生的那些东西哦 然后还有些女生 因为没有卫生棉啊 就是会想到其他的方式来 处理他们的月景 比如说用一些布啊 衣服啊 或者是报纸来止血 然后我觉得听到他们亲口这样子跟我们讲的时候哦 我才真正地去才察觉到其实月景贫穷是多么的严重 是多么的危险的 对女性们的健康来说 所以我觉得那个才是让我们有那个motivation再继续努力下去的那个原因 因为如果用衣服啊 然后用包纸啊 然后没有洗干净的话又再重用哦 其实会让他们有细菌感染这样子 所以那个也会影响到不单是他们的健康 也是他们的生理 讲他们的productive ability哦 然而月景贫穷不仅仅与卫生棉有关 它还涉及人们对月景的理解与教育 留守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了解 隐藏在月景贫穷背后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